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 还有subscribe,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第一则新闻,长安汽车真的要来了 已经在马来西亚注册商标 之前已经有很多传闻指出中国汽车品牌长安会进军马来西亚 最近就有媒体发现原厂已经在本地注册了公司商标 其中包括了长安汽车的商标以及长安旗下的新能源品牌圣兰 其实在之前就有消息指出 长安将会和本地的一家公司合作 在马六甲设立工厂并且在本地CKD新车 不过目前看起来长安应该只会规划新能源也就是电动车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政府对电动车是采取免税的政策 加上目前燃油车款在马来西亚还是日系品牌的天下 所以长安先专注在电动车也是蛮合理的 目前长安刚刚正式在泰国发布 相信很快就会有在马来西亚的消息 大家会期待吗 第二则新闻 MG4现身马来西亚 超级帅气的电动车要来了 其实很多年前就有消息指出 MG明觉品牌会来马来西亚市场 但是等了好多年都没有消息 在最近就有网名目击这个品牌的车出现在马来西亚 而且还又是在欧洲卖的很好的MG4 MG4是一款电动的SUV定位B-Segment 但是它的轴距和比亚迪海豚一样达到了2700mm 所以内部空间很大 另外这款车的顶级版本配备了64kW的电磁组 续航能力520公里 最大马力达到了422hp 600Nm 整体表现都是很不错 据悉MG品牌也会在2024年马来西亚发布 到时候本地消费者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啦 第三则新闻 Hyundai Elantra CN7正式在马来西亚停止贩售 在这里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又有一款C7 Sedan推出马来西亚市场 这一款车就是Hyundai Elantra CN7 而且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一款车的小改款车型也不会引进哦 Elantra是在2020年引进本地市场 并且是直接从韩国进口 当时的售价大约是16万令吉 但是对比它的对手 它只采用了1.6L自然进气引擎还有IVT变速箱 虽然也有level 2半自动驾驶辅助 但是因为引擎和价格优势不大 所以这几年来只卖了大概300辆 目前Hyundai Malaysia的主要策略变成专注在SUV和电动车 所以Sedan车型以后都不会再引进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呢 不过据说现在新款的Texun卖得非常的好 所以喜欢Hyundai的朋友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来到我们的第四则新闻 广汽传奇引库确认引进马来西亚 预计2024年发布 这一期的节目好像很多中国车哦 现在又有一款车已经确定要引进本地市场 那就是引库 引库是广汽传奇旗下的一款C-Segment SUV车型 之前爱问有收到广汽传奇邀请前往广东试驾这一款车 我们很快就会带来试驾影片 敬请期待哦 引库在外观设计很特别 所以看起来很前卫但是这一款车的车身尺码很大 比起现在很多的C-Segment SUV都大 所以空间的部分就是很有优势 而且这一款车的内装设计也是很好看 质感表现很出色 重点是LV2半自动驾驶辅助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也有 所以本地消费者不需要担心哦 最后就是本地版本的引库会采用1.5L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174hp峰值扭力270Nm匹配气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大家觉得这一款车的合理价格会是多少呢 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Yaris Cross 小改款发布动力表现更出色 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款Yaris Cross不是即将登入马来西亚的版本 而是日本还有欧洲的版本哦 欧洲和日本版本的Yaris Cross是采用TNGA GAB平台打造的Cross Over 也是目前欧洲市场最畅销的小型SUV之一 那么这一次的小改款又有什么特别呢? 外观设计部分只是做了一点点的修饰 例如修改了前面的保险干设计 还有内装导入了更大的触屏主机 还有全数位画仪表 在这里偷偷告诉大家欧洲的Yaris Cross车身尺码会比起东南亚的版本更小一点哦 这一次主要升级的是引擎 原本的1.5L混合动力引擎最大马力为114HP 现在Toyota升级了电机的输出和电池的容量 因此新款车型最大马力提升到130HP 峰值扭力185Nm 不过重点还是省油低排放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